少林功夫厚言 少林足球對不對 周星馳指導的電影《少林足球》 其實裡面有很多經典橋段 大家很多電影都會向這部電影致敬 就會有很多類似的地方這樣子 對 最近就有一個 跟周星馳合作的導演劉振偉導演 他最近拍了一部新電影 但是從劇情到海報 卻被網友吐槽 說裡頭很多很類似的 相似度很高 對 甚至還說他是沒辦法超越經典 宋朝的一群愛國人士 利用足球比賽對抗外敵為國報仇 光是聽到足球兩個字 再加上踢球的氣勢和鏡頭 都讓人很難不聯想到 這部經典的搞笑電影 周星馳的少林足球 全球票房大賣15億 也成為他的經典之作 經常和新爺合作的劉振偉 決定沿用題材 稍稍改變了時空背景 不過大陸觀眾不買單 票房不理想 甚至還被批評沒有創意 綠色大腳丫 明顯就是在說綠巨人好客 還有另一張手指出現鋼爪 根本就是在模仿金鋼狼 六師弟林子聰也在電影裡拆一腳 不過他自己也拍攝了另一部電影 向少林足球致敬 現在的聯賽裡 就你們的自由是最垃圾的 我看著做門助手 還好我抖得快 一直瀕臨破場的球隊 靠著廣告置入解決財務危機 林子聰還自導自演 特創廣告公司老闆 十幾年來都沒有另外一步 萬一要想個新的名字出來 也不一定能 觀眾可以很快接受到這個信息 所以倒不如就直接改一點 用這個可能會更容易接受一點 從劉政委到林子聰 都是想讓觀眾回味少林足球的經典 卻又想要走出自己的風格 不過評價兩極 看來周星馳的經典 只能夠自己超越自己了 TVB也信用正方的報道